HELLO 大家好 草苗HODES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3.5週年的人犬角 黑子 準備我們來看一下他的ES 他的ES他是3Code 然後召喚無人機14秒 一旦召喚無人機 他的通常攻擊會變成120% 原本是100% 然後後來就是普通攻擊會變成120% 1.2倍的意思 然後他的攻擊型態也會變 原本的普通狀態 他就是3HIT 然後實際的這個實彈的分配率 一個子彈就是33.3 然後乘3HIT 所以總計就是100%的傷害 那一旦ES 換算下去的話 他的攻擊倍率首先變成120% 然後總HIT數會來到了21的HIT 包含無人機 那實彈的分配率 他是從他的槍 10%乘以6顆子彈 再追加一個10.02%的一顆子彈 好這是他槍的部分 那無人機的部分呢 3.3%乘13HIT 然後3.39%乘以HIT 總計加起來是21HIT 那這些倍率加起來 實彈的傷害其實是116.7% 那攻擊倍率再乘以這個 總攻擊實彈倍率呢 其實他總計的這個傷害倍率 是來到了140.04% 所以不像帳面上所講的 只是普攻120% 他這ES下去的 C4普攻倍率已經來到了140% 非常的可怕 好回過頭來 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自強化的BUFF 那他這個自強化呢 會40秒間 他會強化自己的彗星值67% 然後還有這個彗星傷害率 就是倍率 會來到了134% 40秒 那我們坊間其實很常用 很多的這個BUFF角 好比如說像是AQUO 還有什麼Dores的這個ARU 其實都有加很多這個彗星倍率 還有彗星的這個傷害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AQUO來說的話呢 總體來說他這邊還有SS 所以整個彗星倍率來到了90% 不過他的持續秒是只有16秒 那這個黑子呢 是40秒 其實非常長一段時間 而且整體的這個彗星值 彗星倍率 就單方面來看 黑子的自強化的倍率 其實已經相當於牙齒的1.8倍 這很多 那當然這個舞會的牙齒 他也是有加彗星值 彗星倍率的 持續秒數也比較長 然後他有一個Normal嘛 他也會扣對方的防禦 其實整體的這個 攻擊的屬性還不錯 不過Cost有點大 那剩下的這些都是一樣 都是只有加彗星倍率 這個斗雷值的阿魯 他其實是加很多的 但是通常他沒有加這個SS 被動 那不過他也會扣對方的這個彗星抵抗值 所以看起來其實他跟AQUO 是差不多的東西 不過他的秒數也比較長 整體的黑子 不管是在這個上升值來說 還有持續秒數的這個時間來說 都贏很多這些BUFF 那相對來說這些BUFF 一樣還可以再加在黑子身上 因為黑子是屬於這種自槍化型的 所以外來ES的這個BUFF還可以吃 再來呢還可以吃所謂的場地型BUFF 像是水大叔那種場地型持續BUFF 他也可以吃得到 再來是其他人的 比如說Normal技能 或是一些SS被動技能 其實都可以疊加在這個黑子身上 所以就單純來說啦 單黑子一人出場 如果你是T9的這個狀態的話呢 他的彗星倍率可以來到573% 很高 如果你又是故有二滿的話 他的彗星倍率可以得到662%的傷害 等於說他一槍有暴擊就是6倍傷害 這個很可怕一直暴擊一直爽 而且他的彗星值也很高 所以整體來說在三扣的情況下 然後通常彗星倍率也很高的情況下 他的這個彈裝輸出普攻角的這個身份 非常非常的誇張 不過話說回來 這個自強化的這個內容這麼強 當然也是會有一些限制的 就是說他雖然說三扣很輕 但是他會對自身最大血量的這個比例扣20% 所以你一直一直用他的血量就會越低 不過呢他還有一個補救措施 就是他的SS 他的SS呢他如果扣到1%以下的話 他會有15秒的這個所謂的更性 然後CD是90秒 所以理論上你在這15秒內 你都可以把他血量拉起來 他就會是一秒一尾活龍 不過CD90秒後 他這個重新的這個更性才會再重新被計算 那通常你可以拿來躲這個大王的招 比如說BOSS突然丟個很強的這個致命招 一般的這個打手可能一般就會直接死去 那他不會他會有更性 那或者說現在也有人在研究說把他丟到這個演習場去 或許也有可能達成一個15秒不死的一個奇效 不過我不是PVP的這個專門研究的人 所以我不知道大概PVP的這個強度我會到哪裡去 那另外這個SS也有增加這個神秘特效嘛 19.25%相當於50%的這個效果 所以從他普攻的倍率 彗星倍率再加神秘特效50% 基本上他這個整體戰裝輸出能力就高了一等了 好接著我們看一下他的Normal技能 Normal技能其實也是很簡單 就是每40秒對敵方一人丟直手榴彈 然後傷害是700% 那如果你是有召喚無人機的這個情況下 他會升級 升級其實也是增加傷害而已啦 那從700變900都是敵意人 所以他顧名思義整體的這個傷害 就是偏單體輸出 好不管你又要打這個單體王也好 或是說有單體的這個目標 其他都是蠻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他的被動呢 他就是加攻擊力嘛 那如果你有專二的話 他會增加彗星倍率 好我們剛才講的 專二裝備滿 然後你的彗星倍率可以來到662% 好相當的可怕 不管是普通攻擊也好 或者是你的這個手榴彈攻擊也好 然後還有特效這樣呈上去 其實整體的倍率 單體輸出能力非常非常的強 好我們來簡單來介紹一下 黑子的這個隊伍要怎麼做搭配 大概就是這種組合 首先大概就是 隨大家說他會有這個場地的這個buff會加攻嘛 雖然不是說爆發特效 但這個全域的這個加攻擊力 是可以做很好的這個輸出 然後呢他整體的coaster也會加回復 所以看起來他5coaster 但其實對整體的這個 這個後費來說 回起來他其實大概只會花一個coaster的這個量 當然呢 Cocona Cocona會補血 因為我們的黑子用招位會扣血嘛 所以補血很好用 當然Normal 我方有人彗星100次的話 會追加這個 這叫什麼 花完張嘛 那這個普攻角黑子呢 他其實會心的這個爆發傷害 還有這個整體會心的這個觸發率也是相當的高 所以非常好用 那一旦集滿5張 就整體的coaster又會減1 所以相當的可怕 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 神秘就不能不說卡有孔嘛 卡有孔會增加這個神秘特效 一樣 他的這個SS也是吃這個會心成功率的 會已經200回成功 還會再增加這個神秘特效 所以 基本來說暴擊暴傷率 其實對黑子來說都很好用 那後面我們就不用講說這個 アコ還有我們的ヒマリ 加攻還有加暴 其實這個整體來說黑子都吃得到 所以 真的來說 一般我們現在如果要打單體王的話 這樣的組合其實應該算是蠻百搭的 然後前面講那麼多黑子這個理論傷害 我們來實際看一下這個實際戰鬥的這個傷害面 到底DPS如何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制約決戰 我們現在走的是第100層 100層裡面呢 我們今天要邀請的這個DPS比較 除了黑子以外呢 我們當然還要邀請我們前 爬塔最強的這個單體輸出 就是我們的英子 他也是一樣是屬於這個屋外 非常非常強力的一個單體輸出王 那整體而言我們看起來就是黑子的單體輸出 然後後進當那個BUFF 然後 這個英子的單體輸出 然後這個小狐狸呢 其實他就是走一個 打這個球 還有做一個爆抗降低的一個傷害 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可以看到說 這兩個人最單體輸出的這個DPS 情況是如何 好 那這個戰鬥呢 其實也上次比較容易 我們前面有打過一些99 那其實我是今天第一次挑戰這個100層 一發錄影 那晶片上這個打法 我是沒有參考其他的啦 我是用99的經驗去打的 晶片上就是水大叔嘛 那些BUFF啊 阿卡里啊 加攻加爆啊 全部都可以加上去 然後 水白降防之後兩個輸出 ES直接拉起來 去做輸出 那扣扣拿基本上就是補塔嘛 那如果真的沒血的話呢 再找花子團補 把它補起來 然後如果球來的呢 就找狐狸去打球 所以整體的這個攻擊手的這個Coaster 都相當的輕鬆 所以看起來整體的Coaster 會滿出來 那就是不斷的這具疊BUFF 疊完BUFF回復 疊完BUFF回復 拉攻擊降防控拿撲塔 不斷的去做這個循環 你會看到那個血量其實噴的很快 對方噴的很快 然後我方的這個血量其實都還在安全範圍裡面 因為太多Coaster的這個扣打 所以導致我不斷的去輪轉我的這個技能 那補血基本上可以不用省 有Coaster就給他補起來 有Coaster就給他補起來 這樣打打打打打打打到最後 其實整體的傷害非常非常的快 這個打完大概2分半就打完了 那最後我們看到這個整體的這個傷害量 好像黑子果然是非常的強 對比我們這個前一個單體王的這個因子來說 相當於我這邊打出來大概1.7倍的這個傷害量 那輾轉去看其他人的這個傷害值 其實大概都有1.6倍以上 如果你有加神秘傷害給黑子的話 這個傷害可能可以衝到有1.9倍的這個差距 所以我這個組合是單純是看攻擊手自己本身的這個傷害量 那如果你還有這個神秘這個特效加上去的話 其實這個攻擊倍率差會越差越多 我單純純粹看的話 這個黑子跟鷹子其實大概至少有1.6倍的這個攻擊差 所以這個黑子是你打這個制約最好最好的幫手 以後往後你要去跟人家戒 其實戒黑子也是相當相當的輕鬆簡單 基本上應該以後大家要打99的這個神秘制約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太難的問題才是 好啦以上是這個黑子的這個徹底的這個綜合分析 就像現在以屋外單體來說 黑子應該是第一把交椅啦 以前我們說單體王可能會想到Wakamon 但Wakamon在屋外這個視性其實相當的低 在屋內跟世界是比較高 以前他是單體王的這個著稱嘛 那現在如果你說要找屋外單體的話 大概黑子算是Top1吧 目前來說他是最強的這個無外單體 然後以後我們要爬塔啊打這個制約 基本上也都是靠他了 那往後有沒有什麼新的總力戰啊 或是大決戰會用到他 那我們之後再來看他的這個強度變化啦 好啦以上是這個黑子的這個介紹 好希望能幫助你 我是長門牛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